今天节目当中看到的是历代贪官的故事 而贪腐的毒瘤真的没有办法铲除吗 新加坡建国之初贪腐盛行 但是李光耀决心要跟贪腐宣战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的亲密战友 新加坡国家发展局局长郑张远 被查到收费大约新台币2000万 东窗事发之后 郑张远求责任 求见李光耀却遭到了拒绝 他自知大势已去 写了一封遗书给李光耀道歉 养药自杀 这封遗书现在还被放在新加坡贪污调查 展览室最重要的位置 李光耀用行动清楚地告诉官员 一旦犯法下场就是申办名列 而新加坡现在在世界上的清廉指数 总是名列前茅 其实要铲除贪腐的毒瘤 领导人必须要有钢铁一般的决心 而法律上更必须不容 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底线 华人绝对不是抵挡不了贪腐的诱惑 新加坡做得到 台湾更没有任何的借口 我是林一如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历史风云渐网之来 请继续锁定 热血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